欢迎收听《一飞独步天下》,我是季云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六百九十四集 萧九安把事情全部交代下去后,一刻也没有多停留,把萧少蓉一人丢在花厅,就去后院找季云开一起吃饭了。 大过年的,她自然要好好休息,陪王妃一起吃饭了。至于手头上的事,还需要想吗?有萧少蓉这么一个能干的下属在,自然是交给她去办。 至于身为萧家少主的萧少蓉,大过年的要不要跟家人一起有没有应酬?这个…… 萧九安相信,萧少蓉自己会处理,她相信萧少蓉的能力,毕竟她看上的人怎么可能简单。 萧九安步履轻盈地往后院走,正期待与季云开一同用膳,结果人还未踏入饭厅,就听到费小柴的声音。 哎,小师妹,小师妹,我小娘怀宝宝了,什么都吃不下,你这里有好吃的水果吗?能给我一点吗?我想去送给我小娘。 费小柴昨天跟凤琪一起来的,并在燕北王府住下。 她来燕北王府有两个目的,一是离远,二则是问季云开要水果。 得知离远安然无恙并且已经离京后,费小柴长长地松了口气。 离远那样的人,要是死在了皇上的手上,那就太憋屈了,好在离远没事。 师娘吗? 西云开不止一次听到费小柴提起她的小娘。 费小柴眼眸一闪,用力点头。 嘿,对对对,你叫师娘没有错。 小师妹,你到底有没有? 我爹说小娘怀想很不好,什么都吃不下,就想吃水果。 可这大冬天呢,我去哪里找水果呀? 费小柴一脸哀怨,拉着季云开的手撒娇。 我寻了半天也寻不到好吃的水果,凤琪老大那里也没有,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找你的。 小主婉走进来就看到费小柴拉着季云开的衣袖,大半个身子靠在季云开的胳膊上。 那一瞬间,她差点动手杀了费小柴。 好在她的理智及时回笼,知道费小柴是季云开的师兄,不是一般的人。 她要杀了费小柴,季云开绝不会原谅她。 哼。 萧九安重重地咳了一声,以表现自己的不满。 王爷。 燕北王? 萧九安走路悄无声息的,季云开和费小柴并没有发现。 听到萧九安的咳嗽声,两人回头一看,顿时吓了一跳。 萧九安的脸色太难看了,气势害人的就像是要杀人一样。 萧九安顺着萧九安杀人的眼神望去,便看到自己被费小柴抱住的胳膊,顿时明白了。 文爷这是意外,费小柴是我的二师兄。 萧九安飞快地解释了一句,十分自觉地抽出胳膊与费小柴保持距离。 他和费小柴真是清白的,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。 果然,季云开与费小柴一分开,萧九安脸上的杀气就淡了几分。 男女有别。 萧九安上前,站在季云开与费小柴之间,将两人隔开。 师妹,王爷怎么了? 被萧九安挤开的费小柴一脸蒙圈,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 没事,你要什么水果,给我列个单子,我回头就叫人给你送去。 季云开与人是逗着费小柴玩,想让费小柴明白什么事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,才没有立刻印象。 这会儿萧九安来了,他也不敢逗了。 萧九安太小气了,一个不好可就惹火上身了。 小师妹,你太好了,我就知道找你准没错,你等着,我这就去给你列单子。 费小柴一脸欢喜,张开双臂扑向季云开,以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悦。 然而他刚一动,萧九安就抬一脚,抵住了他的小腿。 离本王远一点。 没眼色的东西,也不知道凤琪怎么就受得了他。 我,我就抱抱小师妹,王爷放心,我是不会抱你的。 费小柴张着双臂停在原地,但却没有放弃。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,要让小娘知道他吃的水果是小师妹亲手种出来的,小娘一定会很高兴。 一高兴,指不定就会生一个漂亮的小妹妹给他玩。 滚。 飞小柴不说还好,一说,萧九安就更不高兴了。 当着他的面抱他的妻子,飞小柴是嫌命太长吗? 嗯?为什么要滚啊?这是我小师妹啊。 飞小柴这人一向会看人眼色,但是他要犯起倔来,石头牛也拉不回来。 这会儿他就在饭去,非要抱抱纪云开不可。 纪云开看两人僵持不下,担心再闹腾下去,飞小柴吃亏,只得出来打圆场。 二师兄,我和王爷还没有吃饭,你先回去列单子,我吃过饭就去找你。 哦,好吧。 飞小柴委屈地垂下胳膊,小师妹的话要听,飞小柴这人倔归倔,但却很听凤琪的话。 凤琪要他听纪云开的话,他就是再不愿意也会听。 委屈巴巴的飞小柴,消沉了不到半秒,脸上又挂起大大的笑。 小师妹,你快点吃,我去列单子,咱们多准备一些,好让我爹和小娘高兴高兴。 大过年的,我和小师妹都不在添一股,小娘和爹肯定很孤单,要是能收到我们一起送过去的礼物,一定会很高兴。 爹和小娘一高兴,只不定一个小妹妹就变成两个了,嘿,人生啊,简直不要太美妙了。 飞小柴越想越觉得有道理,也不管萧九安的冷领,高高兴兴地跑去列单子了。 看着飞小柴蹦蹦跳跳的身影,萧九安美好气地哼一声。 哼,蠢。 二师兄就是这个性子,你别跟他计较,他就是一个小孩子,你要跟他计较,会气死的。 西云开无奈,只得抱着萧九安的胳膊安慰他。 幸亏萧九安来得晚,要让萧九安知道,先前在飞小柴的软磨硬泡下,他把面具摘了下来,指不定会气得更狠。 好吧,这事不能说,打死他也不能让萧九安知道,不然倒霉的一定是他。 萧九安勉强压下心中的不满,眼神落在季云开的胳膊上,冷着脸道,去换件衣服来吃饭。 好,我这就去。 季云开暗暗叹了口气,天知道他一点也不想去换衣服好不好,他刚刚回来才换过,现在又要换,这不是折腾人吗? 可看萧九安阴沉的脸,季云开又无法拒绝,不然萧九安一定会把账算到废小柴身上。 有个坑师妹的师兄,真的很痛苦啊。 哎呀,本集又结束了,我们下集再见咯。